中信兄弟总教练谁来当 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答 上个球季结束后 兄弟宣布将不会和博纳续约 谁来接棒总教练 今天终于正式公布 将由首席教练邱昌蓉 近身正义执掌黄山军兵符 过去在中信担任过打击 首席教练也兼任过农场主管 丰富的执教经验又长期待在一军 对球员的了解和掌握度高 使邱昌蓉最后出现 当总教练的最大关键 至于原本夜市人选之一的林威柱 刘志伟领队也表示 令桑在二军执教 拿下两次总冠军表现相当出色 而接下来球队想让农场养成系统 朝向和美日接轨的模式发展 所以威柱在农场的角色 也变得更加吃重 中信兄弟在前三个球季 找来了史奈德和博纳 两位洋教头执掌兵符 而现在球队认为 本土教练经过三年的交流 和经验成长 应该足以扛下这个任务 所以才会做出这个决定 至于各界也盛传 刚退役的看板球星 恰恰彭正敏将接任 中信兄弟赴领队的职务 领队刘志伟也表示 恰哥详细工作交涉还不确定 等接下来其他教练团 个人选就位之后 将会一并对外公开 至于中职 唯一还没确定总教练的 目前就剩下乐天这边 尽管原本的打击教练曾豪居 近身当纵违的呼声相当高 但球团也还没正式对外公布 从LAMIGO转卖乐天之后 所有消息大家物理看花 或许得等到17号乐天的记者会过后 才能播云见日 看个明白 外体新闻帐号报道